只要轻轻按动手中遥控器,一辆停在地面上的小汽车,瞬间变成电影中的大黄蜂。 这辆变形汽车的制造者名叫王彦斌,家住湖北早阳农村,今年36岁,只有初中学历。 6月12日,记者在王彦斌家见到了这辆变形汽车,不同于其他变形金刚模型,处于停止状态时,外观上看与普通汽车并无多大差别。 在一个遥控器上按下按钮后,伴随着动感的音乐,汽车前引擎盖上伸出一个机器人的头,接着车两端的车门向外伸出,车体前半部分慢慢抬起,伸高,然后伸出两条机械手臂。 王彦斌从小就喜欢看变形金刚动画片,梦想有一天能亲手制造变形金刚。 他告诉记者,从2018年8月开始制造,今年5月正式完工,共历时9个月,硬件成本约7万元人民币。 最难的地方就是刚开始的一个设计,结合这个车体的测量的设计,这个是特别难的,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,极致变的修改。 王彦斌表示,目前只是造出了大黄蜂,且还在试验改良阶段,下一步自己还要设计制造更多具有中国元素的变形金刚,最终打造属于自己的机甲文化品牌。